被质疑是最弱的幽默戏,报效金发反击强势夺冠,续写报效传奇。 今天我要挑战自己,证明那些说我幽默感最差的评论家是错的,看看我能不能用金发的搞笑反击赢得比赛。 有一位喜剧演员经常被称为最弱的幽默系统,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。 他们实际上是一位金发喜剧天才,今天我将向您展示他们如何扭转局势并证明所有怀疑者都是错的。 喜剧界的人常常瞧不起这位金发喜剧演员,说他们在这个行业里出不来。 他们的同侪会嘲笑他们,说他们的笑话很纯旧,而且他们的表达很尴尬,就连批评家也会对他们不屑一顾, 声称他们不具备做大做强的能力。 但这位金发喜剧演员并没有让这些影响他们。 他们知道自己有独特的风格,并且决心让他发挥作用。 每次他们走上舞台,都会面对一片质疑的脸。 人们会互相窃窃私语,想知道这位喜剧演员是如何在竞争如此激烈的行业中取得成功的。 但这位金发喜剧演员只是笑了笑。 知道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以提供。 他们开始讲自己的笑话,一个又一个笑话,一个比一个更聪明,更诙谐。 尽管最初存在疑虑,这位金发喜剧演员开始受到关注。 他们会被邀请在更大更好的场地表演,人们会开始注意到他们独特的幽默。 当这位喜剧演员毫不费力地从一个笑话过渡到另一个笑话时,他们会敬畏地看着他,他们的时机和表演都无可挑剔。 随着这位金发喜剧演员的明星地位不断上升,他们开始接到更大更好的演出的预定。 他们会与喜剧界的一些大排明星一起表演,并与他们中最优秀的人竞争。 即使是最严厉的人群也会嘲笑他们,人们也会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他们。 但直到一个决定性的夜晚,这位金发喜剧演员才真正证明了自己。 他们走上舞台,自信肆意,演绎了一场将在未来几年被人们铭记的演出。 每一个笑话都让人群紧张不已,大笑,欢呼。 评论家大吃一惊,最终承认了这位喜剧演员的天才。 从那一刻起,这位金发喜剧演员被誉为冠军,他们的名字被铭刻在喜剧史上。 回顾这位金发喜剧演员的旅程,很明显他们一直注定要成为明星。 他们证明,只要努力,决心和独特的幽默感,一切都有可能。 请在下面发表评论,让我知道您对这位金发喜剧演员令人难以聚信的旅程的看法。 如果您想查看更多喜剧传奇人物,请务必单击描述框中的链接,观看另一个充满欢笑和灵感的视频。 多谢大家开观看,如果你终于那个影片,记得逼个赞同订阅我们一开屏,到啦下次再见。